现在电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特效 特效 还是特效 无尿点的快节奏和剧情 以及纯粹的感官刺激 而以前的电影的特点是什么呢 慢 缓慢中流淌出诗意 并且是美着窒息 构图色彩光影 眉睁都像是一幅油画 听起来是不是很装逼 如果你能够耐心看完这位导演的七部作品 并且能够看懂的话 那你确实有了可以在朋友面前装逼的资本 即使你没有看懂 能够耐心看完的话 那也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 看完他的电影 绝对能够快速提升你的审美 而他就是享誉世界的苏联导演 塔克斯基 他独特的电影理论和充满诗意的电影语言 为世界所熟悟 与伯格曼·费里尼并称为 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剩三位一体 他经历有多牛逼 看完这期视频 一定会刷新你对美的认知 老规矩视频的结尾 依然有丰富的福利 来送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建国 这是我们的提审美系列视频 正是开前把报道打在公平上 如何想提高自己的审美呢 在前期教程给大家建设 能够提高审美的电影 网站和好的摄影师 新年小伙伴可以点点关注 已经能够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未来的精彩内容 我在上一期的教程介绍黑字鸣 这一期会介绍塔克夫斯基的电影美学 我花了两个信息观看他所有电影 以及观看了在网上能够购买到 所有的观影他的书籍 那么这些书籍会作为福利 来送给弹幕区的朋友 视频不易 不要吝啬你的投币和收藏 接下来我也从主体特色 电影画面和电影音乐 来分析他的电影美学 如果你想从常规的角度 来理解他的电影 那简直不可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他的电影 我敢打赌 你坚持不了十分钟 一定想关掉电影 并且一定会打瞌睡 极度缓慢的节奏 晦涩难懂的台词 东一锤子 西一棒子 完全没有逻辑的剧情 带有哲学意味的主题 与优异的气氛 而正是这些特点 他的电影才被称为 诗意的时间 那么什么是诗意的时间呢 那就要分开来讲 诗和时间 而诗的特征之意就是 用精烈的语言来表达无穷的意愿 而诗本身是高度抽象的 高度抽象的意义呢 往往会给观众造成观看 和理解的困难 但是当我们学会对不理议的事物 采取宽容的态度 不一定要去深究背后的象征意义 当我们去主动习惯他的语言 习惯他的表达方式 你就会发现 故事本身的不确定性 会促使我们更加积极开放式的思考 就像他电影里面这样的画面 主人公无助的眼神或者默然的看向远方 或者孤独的面线大海 诗意朦胧的场景 使得影片充满了情感 不用任何华丽多余的细节 就能够完美的表达真实的生活 这种电影一样是淡化的情节 使电影的情节具有诗的节奏和韵味 他的电影不会试图去讲述什么 或者表现什么混淡的主题 而是安静地呈现生命本来的模样 将一些看到的事物捕捉到镜头之下 如果我们单独去观看他的电影片段的画面 真的是美到窒息 构图色彩光影 霉真都像顺服油画 天空草地流水烈火 镜面木屋 新生的婴儿窗户门 黑白与色彩的交织 让人很容易进入失忆的世界 但是作为观众我们 总是试图从他的画面里面 来找到一些象征意义 总是想找到画面与画面之间的逻辑和联系 但是倒通了却发现是一头雾水 就像塔克夫斯基自己说的 我们的生活和记忆散乱零碎而模糊 没有估价 没有计划 而这些琐碎没有秩序的生活的印象 才构成了生命的成态 一部成功的电影 它里面风景的质感 必须能够让人充满的回忆和失忆的联想 而它把这种记忆的状态拍成了电影 形成了一种电影语言 复制真实人生的感觉 精确地描述世界的同时 又能够忠实地传达感情 唤醒真实的生命体验 它电影里面的时间相互穿插 展现了对时间空间梦境 和对生命的哲思 类似于意识流 这种文学样式 而这也是导致很多人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我要去深究电影里面的情景呢 用开放式的心态 去感受它电影里面的氛围 就足够让我们感受到美的急剧 除了它示意的时间的电影美学特色 第二个就是它标志性的长镜头 长镜头指的就是用比较长时间的镜头 连续地对同一个场景和同一场戏进行拍摄 从而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镜头段落 虽然擅长长镜头的导演很多 比如安德森 侯孝贤以及贾正科 但是塔格夫斯基的长镜头更加的优美 长镜头可以更容易让观众只关注人本身 会在缓慢推进和远力中来感受主人的情绪 虽然我们不能感同身受 却依然无法逃脱长镜头所营造出来的这种失忆的氛围 而长镜头的应用不仅可以使人物的某一个动作和行为 得到充分的描述 还能在无形中提示观众引起观众的思考和解读 他的每一部电影大约都有100多个的镜头 而平均市场都在一分钟以上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导演像他这样如此钟情长镜头的使用 并且无人能像他这样善于用长镜头来展现故事的完整性 以及长镜头所带来失忆的美感和忧郁的气氛 而这也是我们能够永远记住他的原因 如果你也喜欢这段画面 可以把每字打在屏幕上 不关心 太多了 等一会呈离 和夜市集完整的未经许 和马蜜暴 噸到家庭 猪牙 噸到家庭 宇宙 噸到家庭 宇宙 宙 Дуня! Паша! Ну, что же это, Паша? Пожар, только не орите! Пожар? Па-ка-ка! Па-ка-ка-ка! Ах ты, сын! А попадись ты мне! А может, отни наш нить? А может, он там, а? Может, он сгорел? А Кланька где? А? Кланька? Кланька! Кланька! Чего? 而这种忧郁或许与他本身的经历有关系 关于他的经历和人生的起伏 我在网络上面花钱购买了 关于他美学解读和人生经历的期刊文章 链接在视频的置顶评论区 大家可以稍后去下载观看 可以把谢谢打在公屏上 除了优美的长镜头 另外一个就是他电影里面的音乐 音乐和色彩很相似 他可以煽动人们的主观情绪 加深电影画面的印象感触 感触印象 加深电影画面的感触印象 并且能够增加电影的感知维度 塔克夫斯基电影里面的音乐 除了能够给你带来更多清晰实在的感知 更是能够引发无限的联想空间 比如在电影镜子中 声音总是若游若舞 而观众可以感受到风吹原野 或者狗叫的声音 安静的躺下中 忽然会插进来斗牛的声音 以及现场观众的叫喊声 然而却找不到任何的影像画面 这种声音的浸润就营造了一种氛围 并且他的电影中还经常出现水的场景 和人物升空的场景 观众就很难理解 甚至下意识地去想到其中隐含的意义 但是塔克夫斯基对此有明确的说法 为什么我的电影里总有升空的场面呢 简单来说就是让画面更有震撼力 这样的人或者事物更加的电影化 更加的镜头化 比如在电影《飞向太空》的开头 就是经典的元素水草 水流和水雾 他说这些并没有象征意义 只是表现自然 只是人类习惯了假的 当我们看到真的 却总想着这是什么样的象征意义的手法 除了水元素 电影里面还充实了很多奇特的元素 比如火 土 水 和气 而这些元素在电影里面究竟有什么用呢 在塔克夫斯基的电影的元素这本书里 对这几个元素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解读 如果在这个视频里进行阐述的话 要花费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 对这些元素的代表的意义 进行开放式的自我去解答 这本电影的元素潜行着 以及它的自传小说《雕刻时光》 和它的一些图文集 为Sunday正在观看视频里 稍后我就在动态里告诉大家 如何来得到这些书籍 塔克夫斯基的电影充满了个人独特的电影语言 影片中旁征博吟的文学 诗歌 绘画 音乐 纪录片 都具有启发性 同时它也非常崇尚自然 画面中不露声色 充满中国的蝉意 同时富有生计的大自然 它试图用一种最简单平时的电影语言 来表达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 它观止的不是故事的结构 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状态 而这无疑创作一种全新的影像语言 就像他说的当代最让人悲哀的事情 莫过于人们对一切美的感受力 已经被摧毁殆尽 以消费者为诉求的现代文化 正在摧毁着我们的灵魂 不再意识到自己就是灵性的实体 对生活的麻木和生下来就是瞎了连画家 没什么两样 唯一能够让你有所触动的 或许只剩下了满是特效的电影 我是建国 这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视频制作不易 不要吝啬你的投币和收藏 下一期带你去新疆的拍摄现场 带你去感受我镜头下的大美新疆 感谢观看